兼职是有点灰色地带 我会不会被抓到去XX 追处期过了 魔王初衷 他就说师傅你可以帮我把这些话翻成英文吗? 魔王初衷 OK的 嗨大家好,我是刺青师萱 我们又来到台北啦 那今天采访的是小友刺青师他的私宅 至少的画室,那我们继续吧 嗨 那我们等一下就麻烦你了 没问题 OK GO 先找我身边这位是FTW刺青店的小友刺青师 嗨大家好,我是小友 你从事刺青,从以前到现在从事多久了? 应该差不多11年了 11年,老塞哦 也没有啦 中老 我擅长风格其实也是old school 就是跟主持人一样 但我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 一定的,一定的 那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先来个快问快答吧 你最害怕的是什么东西? 蟑螂啊 迟到的客人吧 这应该刺青师都会怕耶 有遇到,但没有很长 我觉得我可以避免这个定金会收多一点 可能已经有一笔钱在这 他就会觉得,那还是来好了 对啊,就把事情完成了 好,那我们就进入正题好了 你一开始是怎么接触到刺青的? 嗯,高中那时候很喜欢听团啊 很多乐团的乐手他们身上会有很多 偏美式的刺青 Travis Becker 他就把衣服脱掉打鼓全身都刺青 我就是被他那种帅度吸引到 那时候就喜欢刺青 然后等18岁的时候就去刺 然后后来会入行是因为 我跟我师父有共同朋友 然后聊了之后就觉得 诶,好像可以来试看看 你接触到的跟我是差不多的耶 光第一题我就想到 我们来回一下你刚开始当学徒的时候 你有没有什么记忆深刻的事情? 从练习皮转换到人皮的过程 然后就觉得靠,这些差太多了 还没碰到人皮之前 我会以为人工皮是跟真的人皮是比较接近的 是完全两回事 差很多 差很多 对 有没有遇过? 师傅很可怕啊 因为我一开始就设定想要走old school 画图嘛 画图一开始就临摹 然后师傅会希望临摹久了 你可以抓到old school的一些神韵 你可以画出自己的感觉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有遇到一点瓶颈啊 后来师傅也是严厉的跟我说 给你三个月的时间 你如果真的再画不出一点有你样子的东西 那他可能会觉得我好像不适合这一趟 痛定思痛就是需要好好想一下 到底要如何抓到一点自己的线条 也是有经过一个磨难 额外插一个问题 你觉得师傅兄对于这个刺青色态是好的吗? 因为我都已经过来人 当然会觉得我师傅的教法没什么问题 也有听说一些现在小朋友可能抗压性没那么好 不过我觉得每个世代的潮流不太一样 我师傅这样教我是OK的 那你呢? 阿克哥啊 诶嘿 被点名啦 所以我师傅本来画就比较少 光看他脸我就会怕 那你在接触这个阶段你有没有什么回忆 把一些电污处理好之后 还在练习画图阶段 剩下的时间就是画图找资料 可以碰到机器开始练那个人工皮的时候 就是一直割线啊什么的 你是在人工皮上面练到 师傅觉得OK才可以去练人皮的吗? 当然当然 总共差不多一年吧 属于有天分型的 也不是的啊 你在刺第一个真人客人的时候 还记得那时候的感受吗? 第一个超紧张的啊 就算是跟他操手 四乘五的小徒吧 刺了五个小时 全身都是汗 超轻的 那进入到开始收费的客人呢? 有什么落差? 我觉得我会分四个阶段 第一个当然就是人工皮转到 我的朋友 再来第二阶段 遇到是搞了很久 然后那客人就会觉得说 到底会不会啊? 还是之类的 就再来就是很多同风格同行的客人 他们一定比身上没事情的人 可能更懂 这是第三阶段的紧张 会不会觉得我不专业啊 就是蛮紧张的 就这四个阶段 那你在一开始接收费客人的时候 你是怎么步上这个轨道呢? 一开始其实人量都不会太多 我师傅就是会把一些 比较简单的图案啊 星星啊 小爱心啊 十字架啊 简单就会丢给我吃 后来就是他们的朋友可能会发现我的风格 其实是old school 就会来找我后来的风格了 你从事事情十几年来到现在 有没有什么最困难的事情? 就是你记忆很深刻的 一开始其实有时候跟客人讨论完 没有讨论太细节 然后导致后来的图其实有出入 所以一开始其实有浪费一点时间在这里 家人的部分 我爸是军人退下来 然后我妈又是老师 所以他们完全不能理解 后来花了很多时间去跟他们沟通说 其实事情其实收入还不错 对 如果你有好好的坚持做下来的话 因为我知道的好像比较偏向就是 怕接触事情就是有点走偏啊 学坏什么的 但现在就还好 因为也做11年 也让他们看到就是 我可以可以cover我自己一些生活的状态 对对对 维持维持 那你那时候兼职是最后可以问吗? 兼职是有点点灰色地带 我就是半夜然后去帮我朋友雇赌场 薪水还不错 真的哦? 一天四千还可以再加其他小费 但是不是每天有啦 一个礼拜可能三天吧 对 一个礼拜一半二 加完小费就可能两万 可是有时候可能可以八万 是不好的不好的不要学 这个有点精彩这边 我会不会被抓到去X的 追溯期过了哦 那你有遇过一些好笑的记忆 或者是很特殊的四星图案的这种要求吗? 夏天然后衣服没晒干 我来店里整家店都是他的臭味 真的超臭的 这是记忆深刻的客人 因为我现在还是用那个体香膏在做转营 我那个客人我都会涂超级大面积 就他可能是吃手臂外 可是我把他整只手都涂了 在工作的时候会觉得香一点 香肚加分 对 我们店啦我是提供体香机在厕所 就如果有客人有意识到的话 可以补喷一下 然后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以往好了 对于现在的自己有没有什么感受或想法? 感谢师傅 他的够严厉 会比较小心的去做每一个细节吧 其实很多事情就已经过了 所以你不会觉得他辛苦 我师傅对我的一些严厉的要求 然后会被念一下 然后可能心情还是会被影响 如果说要辛苦可能就是 心情的调食的过程吧 调食过程比较辛苦 对 对 我可以举例就很像男生当兵 过程你会觉得 干我好想退伍 你退伍之后你出去跟男生聊天 我们都还是在聊那些当兵的一些事情 其实有点像这样 对因为过了 因为退伍了 就是学徒退伍了 对 你觉得刺青跟人生啊 它可以有什么关联吗? 就是你 你如果一旦选了一个刺青 都会提醒客人 就是要真的想清楚 换成你的人生 你要做任何事 你也是尽量能够想清楚 你也可以譬如说 你想要纪念的人事物嘛 很多客人都会来刺 可能就是说一段话来提醒自己 饮水思源啊 莫忘初衷啊 那他就说师傅你应该帮我把这些话 翻成英文嘛 莫忘初衷 OK的 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自身经验 想要跟后辈啊 或者是一些观众们讲的 莫忘初衷 最后一题来个极致问答好了 你有没有讨厌怎么样的客人呢? 我就是最讨厌那种 no show 你就不提前讲 你可能又隔了一个小时才会说 哦你忘记了 就会非常讨厌你 我之前有一集十大NG的客人行为里面 就有一些一起统整讨论 不想要让你的刺青师讨厌你的话 记得就去看那一集哦 要看哦 要看也要做到 没错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啰 感谢小友哥 谢谢哦 后面我会贴上他的Instagram的帐号 如果说想要刺青 或者想要看他的作品的话 那都可以到Instagram上面去联系他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欢迎分享给你的今晚好好观看 那我们就下集影片见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